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 小朋友的魅力 真的是无国界 继续就来看的是 韩国三胞胎 在实境节目的超人爸爸 成为了国民宝贝 就算是已经退出节目了 人气依旧 而欧美最红的小孩 就属贝克汉的小女儿哈勃 还有英国皇室的 乔治小王子 他们一举一动都是焦点 腿变得好长 个头也长高了 韩国著名的三胞胎 大韩民国万岁 即使已经退出实境节目 我的超人爸爸固定班底 老爸宋一国在IG 不定期更新动态 维持高人气 爸爸 肯定大韩民国万岁 一近五岁的大韩民国万岁 两年前参加节目时 还只是两岁半的小娃儿 三胞胎的有趣互动 很快就受到欢迎 同一天出生却是三种个性 长子大韩稳重有力 会照顾弟弟 还会主动帮爸爸洗碗 贴心指数最高分 二子民国爱唱歌又爱撒娇 经常自创歌曲 才华第一 老一万岁是自由的灵魂 搞笑天分 在节目中屡屡展现 彼此之间的手足情仪 也常常感动 电视机前的阿姨们 但是三胞胎在节目里 最招牌的旧属吃火放送 第一次造访蒸饺店时 父子四人吃掉八龙蒸饺 小娃儿什么都吃 对肉食更是爱不释手 三胞胎参与拍摄一年七个月 退出节目后也顺势成为广告宠儿 演员老爸宋一国则是因为三胞胎 重新翻红 但是除了小孩可爱 节目里呈现的教养方式 也获得许多家长好评 例如惩罚小孩的思考之意 还有热爱三铁运动的宋一国 在节目中一次次挑战 骑车慢跑 最后甚至真正带着三胞胎 参加三铁比赛 尽管成绩是倒数第一 但是精神可配 观众们都感受到 老爸的努力付出 独成名将大卫贝克汉 与明星老婆维多利亚 结婚十七年 本来三个帅儿子 已经人人称献 五年前再贴小女儿哈珀 更成为狗仔们 疯狂追逐的对象 身为家中的掌上名猪 哈珀极万千宠爱于一生 婴儿时期圆嘟嘟的小脸 夹上萌萌大眼睛 一下子就擄获全世界好奇的眼光 渐渐长大后 长头发的小公主模样 也越来越漂亮 另一个影响力深远的小小孩 则是英国皇室的乔治王子 已经满三岁的乔治小王子 跟着爸妈威廉王子 与凯特王妃出访加拿大 引起旋风 虽然总理杜鲁多 要跟乔治小王子急掌被拒绝 仍然无损 他的魅力 今年4月美国总统欧巴马造访 肯兴顿宫 乔治小王子穿着睡袍迎接贵客 这套要夹1260元的睡袍 破光隔天就缺货 也一度造成话题 因为每次小王子亮相的造型 都是可爱 短裤装扮 乔治王子的妹妹夏绿梨公主 也已经一岁了 兄妹俩经常随着爸妈 全世界爬爬走 蒙翻各地人民 进行最佳的英国皇室外交 也让人见识到 名人与小孩的加成效果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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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